一位无名 八大嘴 侠几 必不可少 请记到收藏 报线报 大家好 我是中医 刘凤娇 一期就无名 想起很多朋友 开始嘴里就只有过分 为什么呢 因为无名无意酸 而且他就干了 中医上见 酸感化瘾 所以 无名本身就能够划充出经验 尤其到了夏季 出汗多 如果能够合上一杯酸酸甜甜的酸梅糖 更是能够快速地不同人体的经验 所以 无名具有神经之科的功效 但其实 无名其实有为中多 也是有为食材 如果会用无名的话 它是可以解决我们身体上很多色毛病 接下来就给大家相续说说 比如 无名能够连肥之科 我们说 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咳嗽 很多都是由于气虚之苦 脾气不容易降下去才到这 尤其是老年人 打多气虚 所以 很多都有可穿的毛病 那这时候 就可以适当地注点无名汤来喝了 因为 无名是为酸味的 具有酸酸的功效 这就可以把肥气收不下去 冲着它到知科的目的 另外 对于非允许到处的磕嗽 用无名也有不足的该神效果 这种磕嗽就是干磕 没有碳 前面说过 无名能够神经之科自磷 所以 自然也能够调离这种磕嗽 如果磕嗽不太多 那就不是了 那么 既然无名能够手连肥气 又因为肥和打岔 无为标力 所以 自然也能够舍嗽 什么是舍嗽 就是无名由哼腔的手舍作用 它可以让你的打仗不那么花里 这样 打呗就不容易出去了 所以 如果你经常浮气 或者称其喇吐子 那么 这个时候 桌上一碗酸梅糖 几碗味有阳神 还能调离肤浅 喝了耳不胃呢 还有 无名的第三个功效 能够调离银与大汗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出汗特别的旺 总一讲 汗出多了 就会上瘾 那么 这个时候 用酸梅糖来滋饮阳鲜 就再喝不过 第四 无名还有接受的功效 为什么呢 因为 大家都知道 酒是主张赶起的 而无名为酸 但凡酸梅的事物都不敢 所以 无名下去 就能够手练体力的 国王的盼起 这样 自然就可以达到 结构的功效 最后 无名还有一种 很强套的功效 就是能够取司机 小席楼 这其中 就以掌中间著名的房子 无名万 为第一性的代表 无名万 最善于用于治疗 隔龙胃肠鲜鲜鲜 以及所导致的 满性腹性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 无味酸手 所以 无名万 小鲜鲜鲜的原理 就是先用 无味酸手的特性 把鲜鲜鲜鲜 然后 再用鲜鲜内网 把鲜鲜散掉 同时 用鲜鲜内网 把鲜鲜鲜鲜掉 以此达到 恨恨的取语 不留语的效果 彻底将鲜鲜 从鲜鲜拍出去 临床上 用无名万 调理鲜鲜鲜问题 也是 屡事屡想 大家可以 做一次参考 在这 如果你有 答备有证信 贬迷 与父亲 交替进行 恨恨 错综复杂 黑板用 手脚平亮的 违章违腾的 也可以用 无名万 试试 会训 有一些不到的效果 大家知道了吗 总之 无名万 更好用 现在 也马上 记录下天了 下天 我们重返太多 经历六十太多 而耍鲜鲜鲜 就可以顾回来 希望大家 一定不要忘了 今天 就先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和关注